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人活仪式众口难调 听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至少在别人的嘴里死过一次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 也不知道多少关系毁在几句不切实际的闲言碎语 人活仪式众口难调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有一个认识多年的读者朋友 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穷 读了两年书就辍学了 成为制衣厂流水线上的一个女工 但她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 喜欢阅读和写作 平时下班的时候 她就常常在宿舍里读书写作 常常省下生活费 去买书来看 偶尔车间休息的时候 也会带书去阅读 但在文化水平都不高的车间里 这样的行为显得和大家格格不入 身边的工友都无法理解她 甚至有的人会故意在她面前 嘲讽她假正经 装文化人 但这位读者朋友 从来不跟别人解释自己 也不愿意放弃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慢慢积攒下十几万字的作品 后来她在妹妹的介绍下 慢慢地给一些平台投稿 文笔得到了赏识 慢慢有了名气 后面还成了某平台的签约作者 一篇稿费的钱都抵得过 在车间加班加点好几天的工钱 现在她不在流水线上工作了 而是找了份清闲的文职 坚持写稿当副业 那些曾经在车间飞翼过她的人 现在都羡慕她可以逃离流水线 还能比较轻松地养活自己 这辈子啊 不求多少人理解你 只求不辜负来这世界一趟 多多善待自己 做好自己 不解释 与其和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 不如留下时间来充实自己 有人信任你就会有人怀疑你 有人喜欢你也会有人看不惯你 不管你多善良 遇到不善的人你就是有心机 不管你多优秀 遇见见不得人好的人 他都会在背后数落你 你再努力 总有人会鸡蛋里挑骨头 你再乐观 也总有人会落井下石 所以不是你不够好 只是你遇到了错的人 正所谓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不懂你的人 犹如下虫不可与兵 井蛙不可与海 你费再多口舌 他们也不会相信你 圈子不同 不必为有 三观不同 解释无用 这世上只有三种事 网上有句话 这世上只有三种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 老天的事 有些人做不好自己的事 却喜欢指责别人的事 还想着干涉老天的事 人的格局有多大 全看度量有多大 人在人上 只会尊重他人 人在人下 才会议论别人 有人说你坏话 那是嫉妒你 有人诋毁你 那是不如你 别太在意别人的恶评 你越解释 他们越来劲 你越生气 他们越得意 先做人 后做事 做善良之人 行善良之事 方平心态 但求问心无愧 无需 做多解释 之前看到过 这样一个故事 丈夫和妻子 牵着一头驴 去城里赶集 刚开始 丈夫牵着驴 妻子骑在驴身上 一位路人 看到这夫妻俩 说这个女人 也太不像话了 竟然让自己的 丈夫牵着驴 妻子听后脸红了 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让自己的丈夫 骑上去 走了一段之后 又来了一位路人 指责丈夫说 你妻子为你洗衣做饭 出了门 还给你牵驴 真是什么事 也做得出来 这下 丈夫有些不知所措 让妻子 也一起骑到驴背上 没走多久 路人又指着点点 两个人骑着一头小毛驴 这分明是虐待动物 夫妻俩听了之后 又双双吓得驴背来 牵着驴走路 没走几步 又碰到一个人 指着他们说 这两口子够傻的 有驴也不起 夫妻俩听了这几番话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头驴了 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管怎么做 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想法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是有差异的 生活已经那么累了 何必再看别人的脸色呢 常言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人生于世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 有交情的人不会太多 懂你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不是一路人不要太强求 人生苦短 不必解释 与其去迎合别人 不如坦然做自己 自己的人生 只有自己可以主宰 人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 而活着的 多留点时间给自己 因着心之所向 为自己而活 对于看不惯你的人 最好的报复就是 用实力把他们甩在伤后 让他们望尘莫及 先学会不生气 再学会气死人 作家刘童写过一段话 以前总是去解释 去理论 是怕 怕自己得罪人 怕自己被人灭了 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 现在不去解释 不去理论 还是怕 怕浪费自己的时间 怕自己模糊了焦点 怕影响了品尝 现实生活的胃口 人只活一世 何必让他人的言语 影响自己生活的心情 先学会不生气 再学会气死人 心理学上 有个著名的效应 叫野马结局 说的是 非洲大草原上 有一种吸血蝙蝠 经常附在马腿上吸血 每当这时 有一些野马 会烦躁不已 他们互相踢打 高声私叫 拼尽全力 想把身上的蝙蝠甩掉 可越是这样 越无法摆脱 蝙蝠们吸饱血液 满意离去 而野马 却在暴怒和流血中死去 后来动物学家研究发现 蝙蝠所吸的血量极少 不足以致死 真正造成野马死去的 是情绪失控 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扮演着野马的角色 容易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失去理智 情绪是有代价的 生气就是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一切控制不住的情绪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最后都会回到自己身上 就像舒本华说的那样 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 就跟像一块 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 大发脾气 同等愚蠢 生气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冷静下来 才能淡定应对糟心事 莫须有的东西 无论如何 你都解释不清 就像一滴墨水 滴到一张白纸上 你越想擦干净 只会越描越黑 面对故意找茬的人 不解释是一种智慧 面对散播谣言的人 不解释是一种豁达 不必非得到别人的认同 时间自会让事实明了 岁月会让轻者自轻 愿你不被流言 飞语裹挟 做自己 成就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